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陆军官校校庆T政部 国军为什么要恢复政部训练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最近媒体披露 陆军官校将于民国113年百年校庆的时候 实施政部分裂式进场 以从政国军军威 国防部则表示 近期再重新检讨国军基本教练准则 只要是能够提振部队士气的做法 均会纳入到检讨范围 听到国防部做这样的回应 感觉政部训练好像真的要回来了 我自己也踢过政部不短的时间 也曾经背着枪拿着连棋踢政部进场 政部训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政部也不是不能恢复 但是请按表操科 不要为了一个政部训练 成操三餐用餐前体能活动时间都在训练 你是军人又不是宜队 不要乱搞 其实从媒体披露陆官踢政部的消息 我并没有感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就是大陆军的时代 部长参谋总长 部参谋总长陆军司令 这几个人哪一个不是死老陆 你要他们跟着时代走 还不如要他们恢复他们那个年代的方式比较快 他们的观念也很直白 就是 严格训练要求端正部队纪律 唯有绝对的严格才有壮大的军纪 大家看看最近的国军重大军纪案件 几乎不敢说每天啦 至少一个星期会有一件重大的军纪案件 登上了媒体的版面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显见我们现在的国军 那个军纪是有多么的患散 以前的人敢这样吗 完全不敢 部队管得那么严 层储那么重 谁敢委犯军纪事件 到底是谁破坏了这整个部队的风气呢 就是那些富人之人 不敢管事 不想管事的领导者 大家应该还记得民国105年的时候 宪兵训练中心的志愿义士兵 截训典礼的那个分裂室 虽然警采齐步行径 但部队步伐白手却凌乱不一 真的是非常丢烈 讲难听一点 幼稚园的齐步走路 都比他们还要整齐 宪兴中心主任直接被拔关 我还记得我97年在立阳营区受训的时候 早上和下午的午茶 各班队都要齐步分裂室进场 有去过立阳营区受训的人应该都知道 去受训的各班队人数都不多 十几个到三十几个人的班队比比皆是 那部队人数那么少 齐步分裂室进场也看不出什么军容 为什么还要实施 因为有在要求啊 长官不愿意沉沦下去啊 因为特战就是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觉 靠北长官留言当中 特战官兵的留言特别少 几乎没有 因为我们特战就是不一样 国军废除正部训练始于民进党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期 他们认为正部与阅兵是独裁的象征 这个实在是太政治化了吧 我没有任何政党倾向 不过主意应该不是这个吧 当然现在要正部复辟正反两方都有大量的支持者 有人说训练的过程很辛苦 训练的时间非常的长 还有人说为了正部的集训时间 不如多读一点书 美国的西点军校 维吉尼亚军校 英国德国与法国的陆军官校 以及比利时皇家军校 瑞士军事学院都没有实施正部训练 其实以上说的我也都是能接受了 但是我看到的是更多的为苦怕难而已 军校生醒醒吧 还没有下部队就有这种想法 不如把基地训练也废除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其实要恢复正部训练 我是还算蛮支持的 军纪是由外而内的 借由正部训练的气势 以及动作的整齐 来提升自己对军纪的重视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法 说实在的 现在的国军真的是军纪非常涣散 发生的重大军纪案件 多到连民众都无法接受了 对国军的形象 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 希望藉由正部训练 以及正部分裂式进场的士气 能再次让民众充实对国军的信心 以上是我针对陆军军官学校T正部 国军为什么要恢复正部训练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发分享